嗨 大家好 我是唐祥 又到了周报时间 我们来看6月19到25 这一周星象如何呢 上一周 迷惘心已经逆回到摩羯座了 各位同学感受如何呢 回到摩羯座 首先当然 第一个我们很多事情 要讲究所谓的秩序 过去做的事情 如果不够有秩序之处呢 可能问题就会显现出来 就好像之前迷惘心腻在水平 就有很多所谓的KOL啊 政治人物啊 然后陆续的可能言论出现问题 翻车 引起公众之间的轩然大波 但逆回到摩羯 他就直指所谓的在上位者 或者是有利人士 所有在公家机关任职啦 亦或是你本身是一个领导者 你本身是一个规则制定者 那么如果有做不好的地方 此时也很容易被检讨哦 除了冥王星逆行之外 土星也逆行了 土星这次的逆行也会跟木星形成相位 因为都在七度 不过短短的在这一周就结束了 木土有像的时候呢 尤其这次的木星在金牛嘛 所以我们对民生议题 赚多少钱这些事情将会透过某一个社会事件凸显出来 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般人生活困难的话 不知道该如何 那主管机关你又怎么说等等这样的事件发生 此外呢我们也进入海王星停滞 海王星停滞在双鱼座 所以咯艺文界艺术界 或者是医疗等等 这些默默努力牺牲奉献的人当中 如果有什么状况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也会陆续因为某一些事情 慢慢让我们看到 不能再这样下去而必须改革 当然在海双鱼这个领域 也会跟毒品啊 或者是跟一些流浪者 失落者 街友等等 这些事件有关哦 所以也会有事情引发 我们想关切他们 此外呢金星火星在狮子座也越来越靠近了 在本周他们的度数将从五度缩短成四度 这个星象呢 一来使得大家可能更热衷于大型的活动 另外它也是桃花运 尤其现在太阳在冲刺 所以有很多这种恋爱的八卦产生哦 那此外呢也代表 比如说孩子们 年轻的孩子们 他们是不是玩过头 而伤害到自己的各种现象 所以也要注意我们周遭下一代 或孩子们的安全是需要关注的 我们一定要耳提面命哦 要多关心他们 此外就是我说的 因为本周会经历夏至 夏至是一个大节气 那在这个周三的晚上11点交节气哦 所以在这之前呢 我们会经历所谓的天气变化多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哦 因为气流有时候是用天气来展现 有时候是看不见的一种能量场 每一个人都要多自我保护一些才行 比如说这段时间太阳冲刺在双子 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千万不要太过八卦 而伤到自己伤到别人 那夏至之后呢 就是巨蟹座过生日了 提前跟巨蟹座说生日快乐 我们来看对个别星座的影响是如何呢 本周累的 你也不要急着去回应才行 巨蟹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比较容易感到 要什么没什么 缺这个缺那个 那这个应该会让你有点着急 我觉得就是很务实的去面对就好了 越着急越得不到哦 越做不好 那在感情方面呢 彼此之间可能有相处时间比较欠缺啦 或者是总是约到错误的地方 或者是吃到不好吃的东西 有一点扫心 所以这方面要特别注意一下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事业工作上 比较有一好没两好 就是你会觉得也不是多坏 但是就是差强人意 差里门一脚 有一点小遗憾 所以我觉得你放轻松会比较好一点 以免被影响心情 那在感情上来说 也比较容易 比如说对方没有时间 或者是他不能跟你心意相通 他有他的事情要忙 互相体谅咯 巨蟹星座的朋友 很可能在这一周就是比较容易被挑剔 对方觉得事情要讲清楚说明白 可是对你来说就会觉得重见 那我们来看感情方面呢 不要太把对方的一些话放在心上 否则的话 你真的会被催眠越弄越糟 本周文的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事业工作上呢 很适合比如说做家里的事情 如果你是从事跟家饰品啦 餐饮业啦等等相关的话 最近市场是蛮夯的哦 而且你也适合在工作上展现你的贴心 这一点是我们肯看重你的地方 那在感情方面呢 要注意的是你管太多了 那你的管太多 虽然你是把它当自己人才这样做 可是对方可能会吃不消哦 处理星座的朋友其实在事业工作方面呢 你尽量做你能管控的部分就好了 不要管太多哦 那你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就可以证明了你是很厉害的 所以做一些私人事物还蛮适合 在感情方面呢 其实很重视的是价值观 你跟对方可能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很不一样哦 比如说该买什么吃什么 做商务商还是经济商 很多事情都慢慢展现出不同之处 要好好协调哦 水平星座的朋友在事业工作上 很容易遇到对手 这个对手可能是很溜辣的 很厉害的女性 她们是蛮能干的哦 因此欲强则强 希望你能顶得住 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是女生的话 你是强势的一方 你是男生的话 可能就会遇到强势的女人 水平星座的朋友 要好好抓住机会哦 否则也有可能机会就这样子溜走了 因为你太钓鱼倾心 或者是你太胜券在握 很多事情还是小心点好 那在感情方面呢 因为喜欢你反而会有退缩的迹象 是不是反而会错过呢 天明星座的朋友 工作上来说 可以说是功臣略地哦 相当的有表现 你也很容易被主管机关或上位者看中 加油了 这个升官运要把握 感情方面呢 人红气势旺 很自然的 很多人会注意到你哦 天天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呢 很蛮适合找熟悉的人 或者是朋友 或跟你情感比较容易互动 比如说你觉得好相处 这个是蛮首选的 你也会因为朋友而得到很好的能量加持 感情上来说呢 有机会相处得很愉快 那先用朋友的方式来相处 我觉得是最佳的 说有星座的朋友 其实最近呢 在处理跟金钱有关的事情哦 你开始意识到钱很重要了 对不对 有时候有的钱该省 或者是有的钱真的不能那样乱花 所以你有把钱当钱 这是很好的 那这段时间也很适合做跟健康有关的 所有一切 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会因为你的外在条件 而得到了这方面很好的运气 所以咯 稍微注重一下外表 或身材 还是蛮有用的 摩羯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呢 最近有扭转乾坤的力量哦 的确有些事情会因为你的愿意改变 然后就真的把它扭过来了 所以算是蛮劳累 可是很有收获的一周 而感情方面呢 跟前任有一点勾勾的 我觉得你会忍不住想到前任吧 或以前的一些事情 这个如果能够带给你一些体会 我觉得也蛮好的哦